情人节那天,他要和我老公去约会,还让我帮他带孩子,我为他们贴心地准备了约会地点,餐厅,他们高高兴兴地去了,却不知,晚上,餐厅会喷,的一声,炸成烟花,情人节快到了,我问老公去哪里玩,老公录名证,冷冷地说,那天有事,回不来,他说完穿好衣服走出门。 我知道他现在出门,并非因为公务,而是去找韩雪,也知道情人节,他一定会陪着韩雪花钱月下,毕竟,韩雪与他的孩子,马上要两个月了,我微笑着说,啊,那没关系,辛苦了,老公。 陆明正有点意外地回头看我一眼,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还笑得出来,毕竟,我已经知道他在外面有孩子,一年前,他和真爱韩雪在外面偷偷地筑巢,很快地怀孕生子,还是个儿子。 陆明正隐藏得很好,从头到尾,我都被蒙在鼓里。 若不是韩雪自认为生了儿子,高枕无忧,主动地向我透露,我可能到现在都还蒙在鼓里。 前世,我知道后大发雷霆,和陆明正闹得天翻地覆,想和他离婚。 因为两家有生意往来,陆明正不同意,我们的离婚成了拉锯站。 中途韩雪一直刺激我,他约我出去谈话,诚恳地说,姐姐,新的法律出台了,不知你看过没有。 女人可以自由地生下私生子,不用出生证,不用找爸爸是谁,生下来就可以上户口,私生子也可以合法地继承财产。 我做情人,可以随便用你老公的钱,买房,买车,买珠宝,却不用承担原配妻子的责任,孩子一样享受继承权。 而你,必须照顾老小,钱也没到手,何必霸占位置不放呢? 韩雪的话让我无从反驳,新的法律出台,的确让人恶心。 男人的私生子拥有继承权,女人的私生子却没有继承权,甚至还得赔偿男人。 这是个什么道理? 听到韩雪的那番话,我愤怒地掀桌子,滚。 我的脾气一向不好,是家里的小公主,有事儿绝不忍着。 我被这对男女恶心坏了,当晚回去找陆明正闹,宁可不要财产也要马上离婚。 陆明正依旧不同意,但在我扇了他两耳光后,陆明正同意了,条件是我净身出户。 当时,我以为家里有钱,就算不要陆家财产也无所谓,迅速地和陆明正离婚。 后来想起,真想抽自己大耳光,穷困潦倒地死在病床上,闭眼在睁眼,居然又重生回离婚前。 此时,韩雪已经和我摊牌。 我找陆明正大闹,两人的关系陷入冰点。 陆明正这段时间几乎没回家,今日回来,不过拿东西而已。 老公,路上小心。 我声音温柔地说,见我态度温和,陆明正的脸色好了许多,我走了。 我说,你是去见韩雪吧? 他生了孩子,的确该多多地陪他。 陆明正似乎有点意外,退回来,诧异道,你不生气。 我走到门口,体贴地为他整理衣领,怎么会呢? 你们这样的大人物,三妻四妾很正常,那谁谁谁不都有情人吗? 正常得很。 你之前很生气,那是我没想好,以前的我太任性了。 我说,回了一趟娘家,爸妈帮我分析一番,我已经想通了。 既然选择嫁给优秀的男人,自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,哪能事事求全呢? 陆明正终于笑起来,握住我的手指,千千,你能这么想,算是懂事了。 你的家人很讲道理,你看奶茶妹妹,现在过得多好。 对啊,我就是第二个奶茶妹妹。 我说,明正,我爱你,不如哪天把韩雪带回来吧,我请她吃顿饭。 韩雪理所当然地没来。 我不介意,反正现在我不着急了,有的是时间陪她晚安。 此后,我停止大吵大闹,绝不过问陆明正的去向,每天面带笑容地伺候她,表现得十分温顺。 陆明正越来越放心我,夸我,千千,你这样很好,如果能和韩雪和平相处,我绝不会亏待你的。 我忍着恶心,面上温柔似水,伸手帮她脱外套,放心,我会和她做好姐妹的。 陆明正满意地点头,男人们都期望三妻四妾,且妄想三妻四妾能和平相处,姐妹情深。 可是他们不明白,爱情具有独占性,女人也是人,男人受不了绿帽子,女人也一样,我会劝她回来。 她说,周末,陆明正给我打电话,签签,寒雪今晚到家里吃饭。 哼,我眼眸冰冷,声音和缓,好啊。 打完电话,我吩咐厨房准备大餐,还特意地收拾出一间,朝向不错的宽敞大房间,布置得典雅温馨,甚至在床头贴了个喜字。 我拍下喜字照片,传给陆明正,这是你和韩雪的婚房,以后我和她都是你的妻子。 陆明正感动坏了,回复我,千千,你真懂事。 有妻如此,福福何求。 我握紧手指,笑吟吟道,这是我作为陆家正妻应该做的。 故事后,妻子主动地为丈夫那妾,我嫁进来两年没生孩子,早该为你那妾添丁。 陆明正夸我做得好,还向我保证,千千,你是我的正妻,你的孩子才是嫡子,韩雪生的这个是树长子。 哼,捧他两句,陆明正居然真把自己,当古代豪族大少爷了,把自己孩子分笛子和树长子,真够搞笑的。 有你这句话,我就放心了。 我说,你注意休息,别累着。 打完电话,我走下楼。 我知道韩雪在别墅里留了眼线,就是管家。 我一直把管家当朋友,经常会找他聊天,没想到他早已被收买。 下了楼,我故意地和管家谈话,还把陆明正的手机语音点开给他听。 我不信韩雪会对嫡子和树长子无动于衷。 倘若陆明正心里有嫡子和树长子之分,那以后财产的分配肯定不一样。 他那种女人,长得年轻貌美,明面上打着真爱的幌子,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钱。 晚上,陆明正带着韩雪回家,我们高高兴兴地吃了个饭。 有陆明正在前,我和韩雪简直一见如故,相亲相爱地仿佛亲姐妹。 一家人,就要这样和和气气才好。 陆明正非常满意我们的表现。 吃完饭,陆明正去书房处理公务。 我和韩雪坐在客厅里相顾无言。 巨大的夜经电视播放着《甄嬛传》,一部经久不衰,无数人看过的宫斗剧。 我和韩雪静静地对坐,客厅里止于电视的声音。 伴赏,韩雪淡淡道,宋姐,没想到你这么大度啊。 我沉稳地说,身为正妻自然要有度量。 男人嘛,都喜欢年轻漂亮的,等过两年新鲜劲过了,陆明正又喜欢别的女人,我同样会大度地迎进门。 韩雪刚从大学毕业,便担任陆明正的助理,想方设法地爬陆明正的床,做了陆明正的情人。 韩雪说,宋姐真大方。 我盯着韩雪的眼睛,有一就有二,大家族的男人,怎么可能只有两个女人呢? 韩雪脸色微变,随即冷笑,宋姐嘴上大度,实际心里恨得哑痒哑,就跟甄嬛传里的皇后一样。 老公喜欢上别的女人,只能试图用大度宽容来挽留男人的心,保住正妻位置,真是可悲。 我掀了掀眼皮,倘若我是甄嬛传里的皇后,你又是谁?甄嬛吗? 韩雪捋了捋秀丽的头发,红唇微勾,我不是甄嬛,我是皇后的姐姐,皇帝心中最爱的人,纯元皇后。 我笑了笑,可纯元皇后早就死了。 韩雪阴沉下脸。 当晚,韩雪较劲似的缠着陆明正,不让陆明正和我说一句话。 到了睡觉时间,韩雪拉着陆明正进我位他们布置的新房,动静极大的搞了一晚上,故意向我示威。 我依旧没生气,第二天温和地送他们离开,大度的举动得到陆明正的夸奖。 韩雪不甘心,晚上抱着孩子到别墅里,一边逗孩子一边朝我笑。 宋姐,什么都是虚的,有儿子才是硬道理,你说对吧? 我没说话。 她终于得意起来,主动道,过几天就是情人节了。 宋姐,既然你这么大度,情人节那天帮我带带孩子呗,我想和陆明正约会。 她在挑衅我,一步步得寸进尺地逼我。 她想让我发狂,让我主动地提离婚。 我悄悄地握紧拳头,沉声道,可以啊。 同时,脑子里一个恶毒的想法冒出来,我要这对渣男贱女去死。 前世新闻报道,情人节那天,有人在C市吉祥大厦花园餐厅安装炸弹,等烟火盛开时, 砰的一声,餐厅会被炸成碎片。 如果我能让这对渣男贱女去花园餐厅吃饭,那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他们。 我忍住胸中恶气,微笑着道,好啊,只要你敢把孩子交给我。 我有什么不敢的? 含血挑眉,我还要当着陆明正的面把孩子交给你。 前台词,但凡孩子出问题,我就会被追责,对吗? 我一微笑,你敢交给我,我就敢接。 舒适的咖啡厅里,客人寥寥。 我和男人坐在隐秘的角落,头上的灯光昏黄暧昧。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,郑重地递给我,送小姐,东西都在里面。 我接过U盘放进包里,男人又从文件袋里掏出一打照片,上面是一个男人,与另外一个人握手的情形,两个男人都笑得挺得意。 如您推测,宋总的确和明成集团的人在秘密交易。 上次您告诉我,让我在明珠酒店等着,果然拍到他们的照片。 男人说,宋总把财务机密全部泄露给明成集团,极力地游说宋董接受蓝湾文旅程项目。 我面无表情地翻看照片,点点头说,辛苦了,剩下的十万尾款,我会打给你。 谢谢宋小姐。 男人说,从咖啡厅出来。 我直接开车回宋家。 前世宋家破产,一家人背负累累债务,过得穷困潦倒,最大的原因便是我的亲叔叔宋谣的背叛。 宋谣和明成集团的人勾结在一起,侵吞财产,还让宋家接收了一个买雷深重的资产包,蓝湾文旅程项目。 蓝湾文旅程项目资产高达五十个亿,一旦出现状况, 后果不堪设想。 前世便是蓝湾文旅程,把宋家拖进了深渊。 破产后,陆明正经常开车到我面前说, 千千,看看你,当初为什么要和我离婚? 他一直对我当初执意离婚耿耿于怀, 也仇恨我离婚时打他一巴掌, 伤害了他的尊严,故而在宋家破产后,经常找我麻烦。 我至今记得,为了生计,我们一家在路边摆摊卖烧烤。 陆明正带着寒雪到烧烤摊,指明要我喝酒做陪。 寒雪笑吟吟地说,宋姐,给我拿瓶加多宝。 宋姐,我要热的,你怎么帮我拿冰的? 宋姐,我又改主意了,要冰的。 后面,陆明正让我喝酒,说只要我喝上五瓶啤酒,就奖励五百块钱。 五百块,当年吊在地上,我都不屑弯腰捡。 可我为了钱,真喝了五瓶啤酒,伸手道,我喝完了,给我五百块。 陆明正旦旦道,你就这样和客人说话吗? 寒雪在旁边笑叶如花,宋姐,搞清楚你现在的身份,你可不是陆太太了,朝陆总要钱,得鞠躬说谢谢。 我气得浑身发抖,可我知道,假如我不按照他们说的做,他们肯定便招法地折磨我。 于是我朝陆明正屈辱地低头,谢谢陆总。 陆明正掏了掏口袋说,没现金? 我有。寒雪从他怀里跳出来,从香奈儿包包里掏出五张人民币,在我伸手接时忽然扔到地上,剪拔。 他们两人同时笑了,笑得十分欢快,恶心的感觉涌上心头,我赶紧停下车,缓了好一会儿才继续开车回家。 重生归来,我第一件事便是向爸爸说明,宋姚背叛的情况,然而爸爸非常信任宋姚,大骂我一顿。 无奈之下,我只能暗中寻找思佳珍,探调查宋姚的人际来往,以求拿到确实证据。 半小时后,我回到宋家。 宋姚,你怎么回来了?宽敞的别墅内,哥哥宋青叉异地问我。我找爸爸有事。我说,爸爸呢?在书房。 哥哥说,我匆匆地赶到书房,爸爸疑惑地抬头,千千,你回来了。 我关上项目门,将照片放到桌上。爸,宋姚私下和明成集团有来往。明成集团的老总和爸爸非常不对付,是极其强劲的竞争对手。 看到照片,爸爸脸色微变。我又将U盘拿出来,插入电脑。里面是照片的底片,以及几段录音。证据确凿,无可辩驳。 我说,爸,千万不要接手蓝湾文旅程项目。爸爸沉默良久,苦笑,已经接手了。回到陆家时,已经晚上九点。 我坐在落地窗前的单人沙发上发呆。外面的雨声兮兮兮兮,陆明正又没回来。空旷的房间冷静得可怕。明明婚姻让两个人互相扶持,互相温暖。 为何嫁了人,我却更加孤独,更敢寒冷。陆明正是我的高中同学,也曾是我少年时期暗恋过的人。 那年,春暖花开,她穿着球衣,抱着篮球从樱花树下路过。一回眸,眼睛里似乎聚集着春日光辉,让人怦然心动。 当初留学回来,知道联姻对象是她,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。我们曾有过相敬如宾的时光,和普通情侣一样短暂热恋,然后迅速地走进婚姻。 在后面,她忽然就有了别的女人。回到卧室,我搬出自己的秘密盒子,里面有一张少年的旧照片。 我伸手妈撒照片,上面的男孩子双手比V,面带笑容,露出一口小白牙,青春纯质。 没想到,十多年后,她会变成一个顽固、自大、恶心地让人想吐的男人。 又或者,我以前恋慕的只是青春时期的一道幻影,从来不是她。 我拿起照片,用力地撕成碎片,毫不犹豫地扔出窗外。 看着纷纷洋洋的纸线落入雨中,我拿起手机给陆明正打电话。 明正,你对蓝湾文旅程项目有兴趣吗? 在我的极力推销下,陆明正似乎有了点兴趣。 当我想多和她聊几句,手机里传来一道娇滴滴的声音,又是宋姐呀。 宋姐,大晚上的,就不要打扰我们了。 我拿着手机的手,疏然握紧。 再说正事呢,陆明正的声音。 你和宋姐能有什么正事啊? 她没生孩子,也没工作,能谈什么事。 韩雪问我,宋姐,你说对吧? 我沉默片刻,问到陆明正,你觉得她说得对吗? 陆明正没回答。 韩雪声音拔高,老公,我要吃醋了,今晚你别碰我。 好好好,独一你。 陆明正像哄孩子一样的劝慰,又对我说,谦谦。 韩雪还小,是个孩子,你别和她一般计较。 还小? 固然我快三十岁,可韩雪也二十四了呀。 那是个成年人,不是什么孩子,他要我让着她。 我握着手机说,我明白,放心,我会让着她的。 哎呀,陪人家吗? 人家不要你打电话,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 韩雪撒娇,我要你陪我。 你陪我吗? 陆明正似乎被她缠得无奈,对我说,明天再聊吧。 如果是前世的我,此时肯定气哭了。 但我温柔地说,好的。 明正,韩雪有小房子陪你玩,我也想要一所自己的小房子。 陆明正脱口而出,明天陪你去买。 谢谢,我高兴道。 放下手机,我轻蔑地一笑。 陆明正那种垃圾,韩雪想要就要吧,我只要拿钱就好。 看着窗外的小雨,我缓缓地露出一个微笑。 韩雪,陆明正,情人节等我。 宋家别墅,爸爸的书房。 叔叔宋姚垂头丧气地,坐在椅子里接受爸爸的怒骂。 我走进去说,爸,哥,你们先出去吧。 我和叔叔聊两句。 书房门关上。 千千,你帮我说句话吧,叔叔不是故意的。 宋姚无脸哭泣,你爸爸执意要把我送进监狱,我不想坐牢啊千千。 我拍拍他的肩膀,叔叔,我是来救你的。 宋姚立即拿开手,抬脸看我,真的? 对。 我微笑道,不过,你得帮我们做一件事。 什么事? 用你欺骗我爸爸的方法,去欺骗陆明正。 宋姚呆住,结结巴巴道,欺骗陆,陆明正。 是的。 我走到他背后,贴着他的耳朵说,你和明成集团的人来往密切,他们信任你。 明成集团想要将,蓝湾文旅城脱手出去赚钱,至于赚谁的钱,他们并不介意。 现在项目还未正式开始,等陆明正进来,咱们宋家就能脱身而出。 宋家虽然开始接手蓝湾文旅城项目,可手续非常复杂,只要能找到接盘侠,快刀斩乱麻,大不了损失点违约金跑路,并不会被拖累到破产。 可是,宋姚不可思议地问道,陆明正不是你老公吗?他不是我老公。 我笑笑,他是韩雪的老公。 回到陆家,陆明正居然回来了。 芊芊,昨晚还好吧?他客气地问道,当初刚知道他和韩雪的事,我大吵大闹,陆明正极其讨厌我,绝对不会和我如此温声细语地说话。 昨晚和韩雪发生一点矛盾,他便赶回来看我。 看来这些天,我努力地做小伏地,总算有了成效。 没事,我摇摇头,韩雪年纪小,性情直爽,我理解。 他说,你能理解就好。 老公,我能理解,但不代表不会难受。 我委屈地说,我处处忍让,宽容大度,他却一次次地挑衅。 我心里委屈,说着我眼圈红了。 做戏吗?谁不会啊? 陆明正近段时间把我的行为看在眼里,直到错在寒雪,便上前安慰道,辛苦你了。 他劝慰,我不听。 我提醒,他有小窝,我没有。 陆明正道,行吧,我带你去看房子。 求之不得。 男人的愧疚心只能维持一两天,我自然要把握住,当下带着他去了一处高档楼盘,定下一套价值一千多万的洋房。 而且,我要求他以赠语的名义,写我妈妈的名字。 这,陆明正迟疑。 我生气道,我和你是合法夫妻,你给我买房子,实际上有你的份,哪里叫送我呀? 你给寒雪的房子,才叫完全赠语。 我不管,我必须和寒雪一样。 大庭广众下,陆明正不想丢面子,而且也因为想赚蓝湾文鱼城的钱,便痛快地答应了。 我打电话叫上妈妈,当天定下房子。 完事后,我又带着陆明正去奢侈品店大肆地购买。 以前的我,性情高傲,非要彰显自己的独立,绝不开口向陆明正要钱要东西。 可现在证明这种行为非常愚蠢。 你不花男人的钱,自然有别的女人帮你花。 妈妈在场,陆明正不好意思和我翻脸,忍痛付款。 我买了几个奢侈品包包,价值几十万的宝石,十几万的玉琢。 给妈妈买了个十万块的玉琢。 逛完街,我直接将这些东西全送给妈妈,让她带回宋家。 毕竟,假如要离婚分割财产,这些东西若留在陆家,都会被算成共同财产,要被含血的私生子分走一部分。 我一毛钱都不想给那私生子留下。 买完东西,我才和陆明正谈蓝湾文旅程项目。 男人都喜欢挣钱,陆明正更是野心勃勃。 他正式地掌握陆氏集团仅一年时间,急需做出大的成绩证明自己。 蓝湾文旅程是明成集团开发的,愿意低价卖给宋家。 我们已经入股了,想让你也入股。 我介绍一番,具体的我也不清楚,我叔叔宋谣知道。 我联系上宋谣,让宋谣和陆明正谈。 宋谣能胡弄住爸爸,自然也能糊弄住年轻的陆明正。 陆明正不喜欢我,肯定也不会信任我。 但宋谣长袖善舞,花言巧语,又有明成集团的人从旁使圈套,他很快地就同意了。 不过三天时间,陆明正如同当初的爸爸那样,以为大有转头,急忙出资十个亿,进来湾文旅程小区项目。 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大手笔,我以为他会再侦查一阵,少量投钱,结果如此莽撞。 我不认为是他信任我的缘故,因为倘若他真信任,尊重我,就不会在外面养女人,生孩子,我劝服不了他投那么多钱。 他投这么多钱,只因为他贪婪且愚蠢。 看完蓝湾文旅程,陆明正和明成集团的人离开,我回到陆家。 迎面便见到一道,熟悉的身影,婆婆。 我封锁了消息,他现在才赶回来,可惜已经晚了,陆明正已经上钩了。 坐在沙发里,婆婆十分客气地询问,千千啊,那个蓝湾文旅程,可靠吗? 我,听叔叔说,十分可靠。 公共睿智精明,可惜一年前忽然脑梗中风,瘫痪在床,连话都不能说,婆婆到疗养院照顾她,陆明正提早接受陆氏集团。 倘若公共在家,我们绝对骗不了陆明正。 但换个说法,倘若公共在家,陆明正也万万不敢在外面养个女人,还生下私生子。 并非公共多喜欢我,而是公共脑子清醒,直到不和合作的殷亲闹僵。 婆婆和公共不一样,她脑子不清醒,对韩雪视而不见,装聋作哑。 韩雪打上门这么多天了,她静悄悄地,连一句话都没说过。 要不是蓝湾文旅城项目投了太多钱,她绝对不会赶回来。 我仍记得前世,她警告我,你生不出孩子,难道要让陆家绝后吗? 不管韩雪如何,她始终生了我们陆家的大孙子,你必须得忍着。 呵呵,前世不想忍,今生也不会忍。 就在我和婆婆聊天时,韩雪忽然从外面抱着孩子走进来,开口就叫,妈。 婆婆喜笑颜开地站起身,迎过去道,韩雪呀,来,让我抱抱大孙子。 哎哟,真怪,一个自然地叫妈,一个自然地答应。 我反倒像个外人。 孩子哇哇大哭,韩雪说,妈,她要出去走走。 行行行,马上带大孙子出去走。 婆婆抱着孩子出去了,屋子里只剩下我和韩雪二人。 宋姐,听说你为了争宠,极力地为明正介绍生意呢? 你的目的达到了,明正这几天都没谢我呢。 韩雪冷笑,不过我也不是傻的,山不救我,我来救山。 我淡淡道,所以一听说婆婆回来,马上就抱着孩子上门。 韩雪轻哼,你有你的张良记,我有我的过桥梯。 宋姐,你没孩子,始终比不过我。 顿了顿,她笑吟吟地说出前世那番戳心窝子的话,宋姐,现在法律规定,情人可以光明正大地生孩子,私生子可以光明正大地继承财产。 我用你老公的钱买房,买车,却不用承担原配的责任,你何必霸占陆太太的位置不放? 我毫不为所动,韩雪,你不知道和陆明正在一起,女人们要相亲相爱吗? 你这么善妒,以后有别的妹妹怎么办? 韩雪恼怒道,陆明正爱我,绝不会爱其他女人。 我微笑已对,她曾经也对我这么说过。 我和韩雪不欢而散,她为了恶心我,直接住在陆家里。 婆婆没反对,陆明正也没反对,仿佛理所应当的样子。 两人支持的态度,让韩雪越发嚣张,抱着个儿子当宝贝,天天到我面前明里暗里地炫耀。 婆婆查看完公司情况,就回到疗养院,以她的水平,看不出任何问题。 她一走,房子里便剩下我,陆明正,韩雪三人。 时间来到情人节前一天,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时,我故意地问陆明正,老公,明天你有什么安排? 总不能我们三个人一起约会吧。 陆明正愣了一下,韩雪放下筷子,笑吟吟道, 姐姐,明正已经和我约了明天出去玩。 我故作不服,刺激韩雪,我是老公的正妻,情人节当然应该和妻子一起过,你以为你算哪根葱? 韩雪摔快而去,陆明正起身追她。 不知两人在楼上说了些什么,韩雪笑着从楼上跑下来道, 宋姐,明天我和明正一起出去,你留在家里,给我看孩子吧。 啊,对了,听说你是贤妻,宽容大度,明天我和明正的约会计划,就由你来设计,一定要给我和明正一个完美的约会哦。 韩雪笑容恶毒,她要压我一头证明自己的地位,同时继续刺激我,让我主动离婚。 陆明正走下来,咳嗽一声说,谦谦,照着韩雪的话做吧。 韩雪趴在陆明正的怀里,得意地向我示威,她越来越肆无忌惮,而陆明正也宠着她。 陆明正真的飘了,以为只要进入蓝湾文旅程项目,就可以不用顾忌宋家,完全不尊重我。 我在她心里,只是个工具人。 我叹了口气道,行,原本,我在绞尽脑汁地想各种方法,引导两人去花园餐厅。 结果现在韩雪主动送上门,我转过身,暗暗冷笑。 我把两人的晚餐地点,定在吉祥大厦的花园餐厅。 那座餐厅非常高档,是著名的情人餐厅。 那层楼里还有许多休闲玩乐的地方,有个大台子,可以俯瞰城市风景。 姐姐的安排果然妥当。 韩雪非常满意。 陆明正很满意。 我也很满意。 我们三人都很满意。 第二天,情人节到了。 一大早,韩雪将孩子抱给我,笑容恶毒地说,姐姐,今天儿子就拜托你了。 我没接孩子,而是让保姆抱过,淡淡道,祝你们约会愉快。 她笑道,会的,我们会非常愉快。 我坐在沙发里,孩子在摇篮里依依压压,我拿起小铃铛逗她。 旁边的管家紧张兮兮地盯着我。 我抬起头,微笑道,别怕,我不会对孩子出手,毕竟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,他是无辜的。 管家一愣,强笑道,夫人,我没这么想。 我笑了笑,叫上所有庸人。 我有事出门,现在我将孩子交给管家,如果孩子有事,就是管家的问题,明白吗? 我声音严厉地吩咐。 管家吓一跳。 其他庸人面面相觑,我又问了一句,听清楚了吗? 清楚了。 庸人回答。 我提着包包走出房间,随便找了一家服装店,买了连帽卫衣,长裤,运动鞋,墨镜。 开一间酒店房间,我坐在里面静静地等候,差不多六点过,我换好衣服,戴上墨镜口罩,全副武装才出来。 我为两人订的晚餐时间是七点。 七点零时分,餐厅会像烟花一样地被炸成碎片。 我在这里,就是要亲眼看见它们变成烟花。 那情形,一定很美。 走出酒店,情人节到了,到处都是彩灯和情人节的图案,字眼,气球和荧光灯也多起来,很有过节的氛围。 我走到吉祥大厦边等候,仰头看着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,宏伟、现代、美丽。 前世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里透露,放炸弹的罪犯是个精神有问题的偏执狂,智商很高。 他的女朋友贤贫爱富,跟着富二代约会,于是他仇恨金钱至上的社会,仇恨女人,一怒之下自制了定时炸弹,安装在花园餐厅里,报复社会。 七点十分,炸弹爆炸。 当场炸死二十多个人,且爆炸引发火灾,导致五十多人死亡。 姐姐,买花吗?一道小女孩的声音从下方响起。 我低下头,看到一个跨着花篮的小女孩,站在我身边,手上拿着鲜艳玉滴的玫瑰花,脸庞稚嫩。 我摇摇头,小女孩扭过头,一路问着买花吗?一路朝吉祥大厦里面走去。 大厦门口,游人如知,许多情侣挽着手走进去,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。 在未走进婚姻殿堂前,我似乎也这么笑过。 我眨眨眼,忽然意识到一件事,爆炸固然可以帮我报仇,可另外五十多个人也会死。 而只要我提早报警,完全可以避免这五十多人死亡。 一边是仇恨,一边是良心,忽然间,他们放在天平上,等着我选择。 如果我什么也不做,惨烈的爆炸事件会再度发生,死伤无数,成为所有人心中的痛。 倘若我通知警察,我将无法报仇,那两个贱人会继续逍遥自在。 我伏低作小,忍辱负重,等的就是这一刻,难道要我就此放弃? 再则,假如我报警,我无法向警察解释,我为何知道餐厅里有炸弹,自己反而陷入更大的麻烦中? 我,该怎么选?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我拿不定主意,烦躁地在广场走来,走去游荡。 快到七点钟,我停下脚步,在人潮汹涌中抬头往上看。 闪烁的霓虹灯中,珠宝商的广告牌巨大而明亮,上面的婚戒,经营剔透,引诱无数女人走进婚姻殿堂。 我的眼眶微微发红,死掉的五十多个人里,肯定有人是幸福的吧。 深吸一口气,我将手放进口袋,摸出手机。 仇恨和良心,我选择良心。 即将按下110那刻,眼角的余光,忽然看到地上躺着一个手机,界面居然还亮着。 老天都在帮我。 我如释重负,冲上去捡起手机,趁着屏幕没关前赶紧点开拨号键盘,按下110三个数字。 只要我拨打得够快,警察也休想顺着手机找到我。 龙山区吉祥大厦花园餐厅安装有炸弹,七点十分爆炸,请速速派人处理。 炸弹剪红线就可以停止倒计时。 接通电话,我不等接线员问问题,快速地重复三遍,然后扔下手机赶紧跑开。 此时已经六点四十分,七点十分的炸弹,警察处理起来游刃有余。 我抬头望向吉祥大厦,胸口涌起一股不甘心。 谋话这么久,就这样放过渣男贱女。 不行。 我咬咬牙,跑进吉祥大厦,坐电梯抵达花园餐厅。 时间已经六点五十五分,我在电梯数字盘上按下一楼, 从里面出来,又快速地去按另外一部电梯的一楼。 两部电梯缓缓地降落。 不一会儿,警车尖叫着抵达,十几个警察冲进吉祥大厦。 里面的人快出来,有炸弹。 商场里的工作人员大吼。 一瞬间,无数人尖叫着朝大厦外跑去。 花园餐厅里的人还不清楚状况。 我压着嗓子大吼,餐厅里有炸弹。 七点十分爆炸。 快跑。 此时得到通知的工作人员也大吼,快跑。 炸弹快爆炸了。 瞬间,所有人都慌乱起来,匆匆地往外跑。 透过慌乱的人群,我看到坐在靠窗位置的, 陆明正和韩雪也站起来往外跑。 人群一拥而上挤入过岛,拥挤不堪。 今天是情人节,顶楼的看台上聚集了大量看夜景的人群,全涌向电梯。 两部电梯瞬间被围得水泄不通。 由于我之前已经按下电梯一楼,故而电梯慢得像蜗牛,迟迟不上来,商业电梯或许不用我按,它也上不来。 恐慌的人群,自然而然地选择从安全楼道逃生。 我知道炸弹肯定会被解决,从容地躲在安全楼道里。 恐慌的人群争相逃命,根本没人注意到我站在旁边,就算注意到了,也不会在意。 不一会儿,陆明正拉着韩雪跑进楼道,两人表情慌乱,跟随人流匆匆地往楼梯下跑。 我拉了拉冒岩,跟在两人身后。 等走到一处阴暗的楼梯处,我用力地从后面踹了陆明正一脚。 陆明正猝不及防地往前扑倒,如同啼球一样咕噜噜地滚下去。 这些年,他养尊处优,天天吃香喝辣,身体大不如前。 这一摔,估计够呛。 旁边的寒雪被他拉着,也跟着倒下去。 有人摔倒了。 有人喊,但没人停下。 生死存亡时刻,大家都想逃命。 我上前拉起前面被陆明正扑倒的人,眼看着陆明正要爬起来。 趁着混乱间,我又狠狠一脚踩到他已经流血的头上。 那一脚,用尽我全身力气。 无数人踏着他的身体跑过去。 啊! 陆明正微弱地惨叫。 寒雪趴在台阶上挣扎大哭。 我想踹他,但人群力量太大了,挟持着我一路往下跑。 我只能遗憾地收手。 后面的恐慌人群,根本看不清前面的情况,一路压着踩过两人的身体,轰隆隆地向下跑。 人群踩踏的力量,非同小可。 我拉上卫衣帽,工程身退,悄悄地回到酒店,换上衣服回宋家,没有回陆家。 当天晚上,炸弹拆除,除了几个倒霉鬼摔倒受伤,无人死亡。 其中,受伤最严重的两个倒霉鬼,是陆明正和寒雪。 陆明正昏迷不醒,寒雪断了两根肋骨,脸也被踩伤了。 尤其是他的鼻子,原来他那鼻子是假货,逃难人群照着他的脸一通乱踩,鼻梁和假体直接踩爆。 警察拆除炸弹后,抓住了安装炸弹的人,并没有查到报警人的线索。 实际上,警察并没有广泛地通知商场里的工作人员,然而不知为何走漏了消息,让大厦的工作人员提前知晓,故而人群才恐慌地乱跑。 倘若没有走漏消息,我在花园餐厅的大喊大叫,吃饭的人不一定信,警察肯定也会查到我身上,因为走漏了消息,工作人员先大喊,我的叫喊无人追究。 就仿佛,当我选择良心的时候,老天爷也在帮我,送我一部无主的手机,让我顺利地制造恐慌却不用被发现。 也让我顺利地报仇。 爆炸事件在和平的国内相当严重,新闻瞬间登上热搜头条,甚至惊动了最高级。 顺带地,事件里面受伤的人也备受关注。 陆明正和小三,情人节约会双双被踩的消息,迅速递上了热搜。 网友们纷纷评价,活该。 两人虽然受了伤,却遭受万人唾骂。 婆婆当晚就回来了,直到陆明正生死未卜,站在走廊里大哭。 就在这时,保姆给我打电话,夫人,少爷又吐又拉,情况非常严重。 什么? 婆婆惊慌地问道,我大孙子怎么了? 我将手机递给她。 陆明正昏迷,婆婆正巧找不到发泄途径,大骂道,连个孩子都看不好,要你们有什么用? 她扭头看向我,质问陆明正和韩雪出门了。 你呢? 你在干什么? 妈,我今天一早就出了门,孩子拿给管家带的。 我说,你为什么要出门? 婆婆脸色猙獰地怒吼,怎么能把我的大孙子交给别人? 我眼圈慢慢地红了。 妈,陆明正和小三出去约会。 小三把孩子扔给我带,我不想给小三带孩子出去走走,不行吗? 婆婆语色,赶紧把孙子送过来。 婆婆对着手机大吼。 很快地,管家和保姆带着孩子过来了,孩子被送去看医生。 医生诊断,孩子吃了坏了肚子。 妈,我一早就出门了,可没喂过孩子任何东西。 我说,早就知道寒雪把孩子交给我不安好心, 没想到她真学《甄嬛传》里的华飞,给孩子下药,够恶毒的。 还好我提早预感她要作妖,故而从不碰孩子, 也不喂孩子东西,甚至一早就离开陆家,洗脱嫌疑。 肯定是管家给孩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。 我淡淡地说,我没有。 管家脸色大变。 妈,寒雪和管家是好朋友,管家应该不是故意伤害孩子, 她只是能力,有问题,看不好孩子而已。 我说,婆婆在气头上,冲上去揪住管家的头发, 啪啪地给她挤耳光,然后吼道连孩子都看不好。 废物。 滚。 永远别让我看到你,管家委屈地直哭。 我走过去,凑到她耳边说,吃里爬外的东西,就该这种下场, 知道这个家里,谁才是真正的女主人吗? 管家浑身发抖,惊恐异常。 滚吧,否则。 我弯唇微笑。 就这样,寒雪的耳目被辞退了,管家提着行李箱灰溜溜地滚蛋。 而且,她照看不了主人家孩子,口碑崩盘,别的大户人家也不敢用她。 我当然不客气地点评她吃里爬外,给予其致命一击。 她在C市彻底地待不下去,只能离开。 感谢现代医学,医生很快查清楚,孩子吃的东西,谢药,回去找。 婆婆勃然大怒,医生令下让所有人回别墅找药物,命令我不许回家,连我的房间也要搜。 她果然怀疑是我在给孩子下药。 我冷笑,他们陆家人,从未信任过我一次。 不久有人汇报,在韩雪的房间里找到了谢药。 婆婆面露惊愕。 我说,妈,你现在还不明白吗? 韩雪故意让我带孩子,自己跑出去,倘若孩子出事,就是我的问题。 她给孩子吃谢药,把孩子交给我,一走了之,等孩子上土下谢。 你和陆明正第一个要责罚的人,就是我。 证据在前,婆婆阴沉了脸,咬牙切齿道,贱人,敢伤害我的大孙子。 要不是他,我儿子怎么会昏迷? 他就是个扫把星。 我在旁边听他大骂,嘴角微勾。 制定约会地点的是,只有我,韩雪,陆明正三人知晓。 婆婆以为陆明正是被韩雪,带到花园餐厅才受的伤,恨之入骨。 我当然不会解释。 婆婆手段很辣,当场令人将路加。 韩雪屋子里的东西全部扔了,贵重的东西留下卖掉送人,不贵重的直接扔掉。 韩雪刚做完手术醒来,婆婆便冷着脸站在他面前道,钥匙给我。 神,什么钥匙? 韩雪结结巴巴地问,你自己家的钥匙,给我。 婆婆冷冷地说,韩雪有点触她,不清楚状况,只好把钥匙给了婆婆。 婆婆将钥匙交到我手里,说,你去她屋子,将里面所有的东西搬走,那些都是你的东西。 这是我的命令。 过两天等陆明正醒了,让她把房子拿回来。 如果她不肯。 婆婆看了一眼韩雪,我支持你去法院起诉。 处理完韩雪,婆婆转身离开,连眼神都没留给韩雪一个,她要去手镯陆明正。 不行。 韩雪从床上蹦起来,拉扯到伤口,痛得嗷嗷大叫。 你们不可以这么做。 我笑道,韩雪,法律支持原配友追回夫妻财产哦,这就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我,逼我离婚的原因吧。 小三享受的房子、车子,全都可以被原配追回,你生怕这一天到来吧。 空荡荡的病房里,只与我和韩雪二人。 贱人,都是你在害我。 韩雪大哭,你知道那地方有炸弹,故意害我和陆明正。 我挑眉道,韩雪,是你主动让我为你制定约会计划,我定下情人餐厅。 也是你自己首肯的,关我什么事呢? 我走到他身边,柔声地说,老天爷站在我这边,能有什么办法? 贱人,韩雪疯狂地大骂。 我面色不变,当初你说,你是《甄嬛传》里的纯元皇后,真是搞笑。 纯元皇后善良纯洁,才能成为皇帝的白月光,人家可是正经原配。 你做小三破坏家庭,恶毒地给自己孩子下泄药,栽赃陷害我,怎么和纯元皇后相比? 你呀,说来说去,只是个瓜溜。 哦,连瓜溜都不如。 韩雪呆入木鸡。 我最后好心地提醒,韩雪,记得看看自己的鼻子。 我转身离去,病房里传来韩雪的惨叫,她应该注意到她的鼻子已经坏了。 我按照婆婆的命令,派人将韩雪屋子里的东西搬到陆家。 我前世知道原配可以追回财产,但老公婆婆全都站在小三那边,我也无能为力。 如今我能顺利成行,不过因为婆婆愿意打击韩雪而已。 韩雪躺在床上无能为力。 当她知道自己的鼻梁断了,毁荣时,已经固步的房子的是鬼哭狼嚎地希望能整容修复鼻子。 没人理她,陆明正昏迷,公司乱成一团,急需主心骨。 婆婆赶回公司镇厂子。 目前蓝湾文旅程项目正在进行,涉及金额巨大,必须选出一个负责人。 婆婆分身乏术,只能从下属当中选。 风雨飘摇之际,她不放心任何人,最终选择相信姻亲、血缘。 我是宋家人,宋家是文旅程项目的合伙人,同时我又是陆明正的太太,让我负责文旅程项目顺理成章。 谦谦啊,蓝湾文旅程就拜托你了。 婆婆拉着我的手,语重心长,等明正醒来,我让她尽快地和你生一个孩子。 你的孩子才是笛子,含血生的那个,充其量是个数子。 你放心,你的地位永远稳固。 呵呵,又来笛子数子那一套。 这陆家,似乎有皇位要继承。 我红唇微泯,妈,你放心,我会好好地负责的。 既然有我负责,那就更好操作了。 半个月后,陆明正终于清醒过来,转到普通病房。 他不知道,外面已经变了天。 我走到他病床前,扔给他一叠纸,冷冷地说,陆明正,我们离婚吧。 陆明正拿着离婚协议书,猛了,什么情况? 离婚? 不离。 陆明正皱眉,千千,不要胡闹,你以前不是很懂事吗? 我,懂事。 我一忍再忍,你是怎么对我的? 我坚持离婚,陆明正苦劝良久未果,十分生气。 宋千千,我病还没好,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? 陆明正开始摆架子,含血呢? 他怎么样了? 你只关心含血,那就离婚让含血上位啊。 我说,你们情人节约会把我扔家里,连孩子都有了,为什么不和我离婚? 咱们两家现在在合作,离婚的事不要想。 陆明正说,你以前也同意和含血好好地相处,现在反悔有什么意思? 有钱的男人,哪个不是三妻四妾? 你别闹了,行不行? 病房门忽然被打开,几个记者冲进病房,对着陆明正一顿狠拍。 陆先生,我们想提醒您,三妻四妾是违法的。 有人说道,陆明正大惊失色,你们是谁? 谁让你们进来的? 没人理他。 我拿起离婚协议书,签吧。 陆明正的那番话,被原原本本地报道出去。 他情人节思会小三昏迷的事件人尽皆知,如今又发表这番言论,所有人支持我离婚。 等他反应过来时,就连扫地大妈都占我这边了。 宋家自然替我出头。 我在之前从未透露过离婚的事,不止陆明正措手不及,连婆婆也措手不及。 然而,我早有准备,即便她想阻止,也阻止不了。 婆婆自然让我从公司滚蛋,撤销我蓝湾文旅程项目负责人身份,想要教训教训我。 我从容地离开。 我开始起诉离婚,并且追缴寒雪之前,购买的房子、车子,还公布了孩子的照片,以证明陆明正早已出轨的事实。 小三的孩子,我不会保护肖像权,我要让所有人都记住他,让他和他妈出名。 我和陆明正顺利地离婚,并且因为舆论在我手中,我分到了大笔财产。 寒雪的钱财几乎都被追缴回来,被我和陆明正停分。 公司受到的影响不大,因为当初精明的公共从未让我插手过公司事务,我也没有那个心思。 所以,公司的股权我无权瓜分。 但无所谓啊,反正文旅程那个项目,早晚会将公司拖进深渊。 我得不到,陆明正也休想得到。 我不是想要公司,而是要让陆明正常常当初我受过的苦。 寒雪出院了,折腾两年,竹篮打水一场空,脸还毁容了。 她那鼻子伤得太厉害,就算修复也修复不了,十分怪异。 陆明正没有看丑八怪的时候,加上婆婆非常不喜欢她。 透露出她给孩子下药的事,陆明正直接将她扫地出门。 又过了不久,宋家全面撤出文旅城项目,保留了实力。 而陆明正的公司,被名城集团盯上,撕咬,成为最后的冤大头。 陆家落败了。 陆明正欠下巨额债务,流落街头。 前婆婆因为之前给疗养院一大笔钱,疗养院保障她今后的生活。 她和前公公一起平静地在疗养院度过晚年,但无力支持陆明正东山再起,更无法偿还债务。 陆明正带着孩子,辛苦地找工作。 过了不久,她觉得养孩子麻烦,找到韩雪把孩子扔给她。 韩雪不想要孩子,她觉得只要把脸修复好,可以继续傍大款,孩子会拖累她,故而拒不接受。 当初的陆家金孙孙,成了没人要的小孩。 最终,陆明正直接赶去韩雪老家,将孩子扔给她现成的父母就走了。 韩雪也任由孩子扔在老家,不闻不问。 那孩子错误地出身,造成了她凄凉的结果。 我并没有想着去落井下石,故意地踩路明正和韩雪二人。 在爆炸事件中,我选择了良心,事后我忽然顿悟了。 仇恨不是生活的目标,报复渣男贱女并非终极目的。 让自己过得开心,活得更好,才是最终目的。 仇恨只是人生的一曲小插曲。 我开始接触公司事务,努力地工作,做大做强,很快成为人人称赞的女强人。 家庭庆功会上,哥哥夸我,千千,你怎么这么厉害? 还好了,我谦虚地说。 爸爸也说,千千不止能力强,更重要的是有毅力,做事始终保持底线,才能有此成绩。 我喝了一口香槟,微微一笑。 前世十多年的痛苦,磨练了我的心性,能忍常人之不能忍,锻炼了我洞察人心的能力。 而爆炸事件里,老天爷让我做出选择,让我坚定了做人做事,一定要有信念和底线。 如此,我才能在商场始终坚定不移,勇往直前。 婚姻不再是我的必需品。 或许我会遇到一个动心的人,再次走进婚姻殿堂,但下一次一定会无比谨慎。